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是 桥梁工程施工技术 我们讲了梁氏桥 了解了拱桥 又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歇拉桥 说这个其实我们还是主要是以梁氏桥为主 说修建桥梁 修完了没了 从下向上修 这个上部结构 你是梁氏桥的 拱桥的 歇拉桥的都知道了 但是你做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桥面 是吧 你总 你不管什么桥 你让我通车 我上面去铺这个立青虎凝土啊 那直接在梁板上铺这个立青虎凝土吗 不是啊 不管你什么样的梁 你什么样的桥 你都得做这个桥面的这个铺装啊 是不是啊 这附属这里包括桥面系 这里面就是这个桥面铺装 防水排水系统 栏杆 防装护栏 灯光照明等 伸错缝 桥头大板 锥形湖泊等 是吧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一下了 桥面放水 就是比方说这个装配式的梁板啊 你拼装上了之后 说我直接就往上走车啊 那轮胎不给你扎破了吗 是吧 这个接缝 咱们也叫脚缝 混凝土 实接缝 灌上 灌上 整体的啊 在上面 再打一层混凝土 10公分 或者15公分 这个根据设计要求来 打混凝土 然后 放上这个钢筋瓦 然后温抹瓶 相当于一个基层一样 把整个桥面的给连续上啊 连上了之后 对吧 我在上面做一个桥面的防水系统啊 要不然 将来降雨啊 有水侵蚀到我们的梁板 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一刻来学习桥面 防水系统 有下下上 没毛病吗 你看咱们以粮食桥为例 就咱的空心板 拼装上了 我们做一层啊 混凝土的铺装层 然后做一层防水层 防水层上面做 沥青的铺装层 然后做沥青的路面 这样的话 就可以通车了 说不是说空心板做啊 这个整个散布结构了 就成通车了 不是 做一层混凝土铺装层 然后做防水啊 啊 那么以下 简要介绍 桥面防水系统 施工技术要求 包括基层要求及处理 那这个基层就是这个混凝土的铺装层 把它叫做基层 谁的基层啊 桥面防水下边的基层 这跟咱们道路的基层不一样啊 这个基层就是混凝土的铺装层 你两板撇上之后 我上面就做一层混凝土啊 然后防水卷材实工 你防水层怎么做呀 有卷材的给它铺上 有防水涂料的给它涂上 不就行了吗 上面就铺立形混凝土 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基层的要求就是一层混凝土啊 基层混凝土的强度 应达到设计强度的80%以上 才能进行防水层的施工 一定要做一层基层混凝土 那么强度达到80%以上 为数不多的80%的数字 那么你上面的防水层有防水卷材和防水涂料 两种卷材就是一卷卷的给你铺上 像缩楼布是这样 涂料呢 像我们刷墙是给乳胶漆是给你刷是吗 那采用防水卷材的时候 基层混凝土表面粗糙度为1.5到2毫米 那采用防水涂料的时候呢 做度为0.5到1毫米 那么你一比较就能比较出来 谁的粗糙度要求的高一些 哎 涂料啊 如果你涂料的话 你粗糙度啊 说白了要求你就是尽量的别那么粗糙 要不然我涂刷的话可能涂不到位 你卷材的话略微粗糙一点也行 是吧1.5到2毫米就是卷材 如果涂料就是0.5到1米 那么对于局部粗糙度大于上限值的部位 咋办呢 又坑 粗糙太大了 咋办 那么我们要给它补上 有环氧素质 撒布粒间为0.2到0.7毫米的石英砂 我给你沾上 那这样的话你粗糙度不就小了吗 是吧 混凝土基层的平整度 应小于或等于1.67毫米每米 这是说它的平整度 有一个要求 每米要小于1.67毫米 这是它的一个平整度 是不看了 你把我绿色字体记录 咱们就跑不了这个分啊 那么计算混凝土表面粗糙度处理 怎么处理这个粗糙度啊 用抛碗打磨 一种工序 你摆对一下 就可以了 其他的 第六条 第七条 就没有啥意思了 第七条你看下一些 他说当防水层施工的时候 因施工原因 需要在防水层表面 另加设保护层及处理机时 应该确定保护层 处理机的材料前 进行立行混凝土 与保护层及处理机之间 保护层机处理机 与防水层之间的 粘接强度的模拟实验 如果你要加设保护层 混了处理机 它能不能更好的年纪在一起 像咱们透层一样 是吧 就粘在一起 两层皮了 铺翻红凝土将来 毁掉了 对吧 毁掉了 第二个 基层处理 说基层 我不光粗糙度有这个要求 强度有这个要求 基层红凝土啊 我们要做一层基层处理机 什么处理机啊 你擦脸 一个粉底 长得不明白女孩这个 化妆啊 说你瘦炎了之后 做完之后 你要打一个粉底 然后再做防水 那么可以用喷涂 也可以用涂刷 把这个位置给它 涂刷好 处理好 基层处理机 就是为了增强防水材料 或者是卷材 或者是涂料 和谁呢 和基层之间的粘接力 在防水层施工前 预先涂刷在基层上的涂料 我们叫基层处理机 相当于透层 对吧 然后如果喷涂基层处理机前 应该用毛刷 这桥面的排水口啊 转角啊 线性涂啊 然后进大面积的喷涂 先把细节处理好 然后大面积的喷涂 处理机 处理机处理完了之后 行了 我们可以做防水卷材了 或者是防水涂料了 记住了 基层还是有一层 基层处理机 那么防水层呢 有两种 一种是防水卷材 铺上了 一层上的防水 一种是防水涂料 我们先讲防水卷材啊 那么卷材防水层 铺设前 先做好节点 转角排水口的部位的局部处理 再进行大面积铺设 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先把细节问题先弄了 然后再大面积的铺设 那你铺设这个防水卷材呀 环境气温卷材的温度 应该高于五度 机面层的温度 必须高于零度 当下雨 下雪 风力大于或等于五级的时候 就不要做了 施工途中 如果下雨了 要做好保护工作 那么铺设的防水卷材的时候 铺几层啊 他说了 任何区域 就桥面上 任何区域 卷材不得多于三层 任何区域都不得多于三层 搭接接头 应该错开500毫米以上 沿进沿道路宽度方向 搭接形成通缝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沿进沿道路宽度方向 哪道路宽度方向 这个方向是宽度方向 沿进形成通缝 就是我这块 一卷卷材到这结束了 另外一卷卷材到这也结束了 另外一卷卷材到这也结束了 因为我是这个方向 沿着行车方向铺卷材吗 边部卷材 中部卷材 上部卷材 那说的意思 那不可能说 我这一卷卷材50米的 我打个比方 到这全通了 然后再往下第二卷卷材这么铺 这不就形成一个通缝了吗 沿进沿道路宽度方向 大街成通缝 那咋办 街头应该错开500米以上 那么我第一卷 我第一卷的这个 街缝 我打个比方 我是在这 我说地卷在这 那第二卷呢 我应该唱开500 第三卷呢 我应该唱开500 是这样 边部中部和上部 街头应该错开500米以上 沿进形成通缝 你别这样直着下来 听着通缝 这三个卷材 这不是一二三吗 一卷一卷来吗 看明白了吗 这个嘛 沿这个方向 啊 然后呢 街头处卷材搭街 宽度沿卷材 长度方向 因为150毫米 在哪呢 在这 这个到这儿 我画的这个区域 就是 我这是一个卷材 是吧 这是一个卷材啊 到这 这个距离呢 要是500 那么这是一卷 我继续往前铺 还得有卷吗 我搭街上 搭上点啊 要不然不是有缝吗 盖上点是吧 这个距离 中间这个距离 是150毫米 啊 那么卷材宽度方向呢 是100哪个方向 就是上压下 边部和中部 上部 也是一个缝 这个 虚线的 我这画的部分 这个数 要为100 你要记住几个数字啊 错开500 前后搭街 长度方向 沿着行车方向是150 那么边部 中部 上部卷材呢 要是搭街100 这个数字 不好理解 记住就行了 啊 那么展开方向 与车辆运行方向 一致就沿着行车方向 那么怎么铺 从横坡 从低处向高处铺这方法 高处卷材 压在低处卷材之上 就是上压下 你把我这个图记住了 那这一段 OK 没问题了 不太好理解啊 当采用热溶法铺设防水剪材的时候 就有的材料 你拿火烤 一烤它 它化了一缩料布似的 是吧 出来这种胎体了 啊 把它给加热 那咋办 就是加热热溶后 溶化之后 立一滚风 现在就沾上了 用这个滚筒 均匀的滚压 完全粘贴牢固 不得出现气泡 啊 火烤 是吧 热溶法 那么搭接缝部位呢 人家热溶的感性力清啊 挤压溢出 看出来了吧 溢出感性力清宽度 已经在20毫米左右 啊 然后 给它压上就行了 那接缝部位呢 人家互相搭接的卷材压薄 这不厚吗 给它压薄 相互搭接卷材压薄 总厚度 不得超过单片卷材 出使厚度的1.5倍 啊 你得给它压上啊 给它压上 啊 第六个 呃 采用这个热溶 热溶法啊 铺设这个防水剪材 排出下面的空气 给它滚压 啊 粘贴牢固 就行了 然后铺设自 粘性 防水剪材时 你将底面的隔离纸 完全死定 然后符合 规定就行了 这是卷材啊 那么涂料呢 涂啥呗 涂料 像我们粉刷酱一样 那么涂料 严禁在雨天雪天 风力大于 或等于五级时施工 聚合物改行立行 容剂型防水涂料 和捐止防水涂料 环境温度 一为零下五到三十五 这是废话 这是哪个记录 不看 防水涂料配料的时候 你涂料的配料啊 不得混入 已经固化或结块的涂料 固化结块涂料 我多配个笔 剔除掉 不行 防水涂料的 一多遍的涂布啊 那这个课 我们还是按选择题 备考啊 你别别别 别说我学不明白啊 我害怕了 不想学了 不行啊 多遍涂布 防水涂料 有保障固化时间 但涂布的涂料干燥 成不然厚 放下涂布 厚一遍涂料 多遍涂 这一遍涂完了 等它干燥了之后 再涂第二遍 把这个方向 给它找正就行了 那么涂掉防水涂 收头 应采用防水涂料 多遍涂刷 或采用密封材料 封岩就是边边夹夹的 两段两头 第六条 涂料防水层内 设置在胎体增强材料 我们要加一个增强材料 那么应该顺桥面 行车方向铺贴 你就记住 别管卷材涂料 都是顺桥 顺桥方向就行了 这数字不计 防水涂料 先做好节点处理 然后打面机 涂布 这跟咱们的卷材啊 机能处理机啊 都是一样的嘛 严谨使用过期材料 其他的符合要求 很简单啊 咱们做一个题 你看 16年考题了 关于桥梁防水涂料的说法 正确的是 涂料 我没考虑卷材 防水涂料在配料的时候 可拆入少量结块的涂料 对吗 不对啊 咱们说了嘛 你就把结块那个剔出去 不要 第一层防水涂料完成后 立即涂布第二层涂料 不行啊 就等它干燥了嘛 刚说完嘛 就等它干燥成面后 再涂下一步 那涂料防水涂料 那设置的胎体增强材料 由顺巧面形成方向 铺贴 对吧 这个对话 对啊 如果这个你不确定 你看第四个 防水涂料施工 应先进大面积涂布 再做好节点处理 反了 先做节点 然后大面积涂布 所以说正确的 C 16年考虑就变成这题嘛 其他要求 那么不管你是 卷材也好 涂料也好 防水层铺上完毕后 反正你铺上完了 你所有的车辆啊 什么乱七八糟 人就给别上去 走去了 进行一个保护 也别往上堆布品了 那么防水层 做完了保护完之后 上面我是不是 摊铺这个沥青混凝土啊 那么摊铺温度 要与防水层材料 这个耐热度啊 要匹配 如果是卷材 我在上面铺这个 沥青混凝土 摊铺温度啊 应该高于啊 防水卷材的耐热度 10到20度 加热一下了 是吧 也不能高太多了 高太多了 烫化了 同时小于170度 大于170度 这个卷材 也可能是就给它烫化了 不起作用 那么涂料呢 铺这个沥青混凝土 摊铺温度也低于 防水涂料的耐热度 10到20度 也别给它烫化 你温度太高了 烫化了 总而言就把它烫化了 那么这个数字 你又得记录 卷材我要高于 它耐热度 10到20度 它低于170 涂料呢 就低于10到20度 就行了 那么桥面防水 只能验收 一般规定 桥面防水 施工应该符合 设计文件要求 这个不用说 从事施工 这个验收检验工作人员 具有规定资格 你懂啊 防水施工 验收应该施工 单位自行检查 评定基础上进行 而且施工验收应该按施工顺序 分阶段的验收 它不能一次验收 为何分阶段呢 我基层验收 没问题 准序啊 做下一层 基层处理机 做完了之后 做土料 土料 验收完再做 力气混凝土 然后再验收 它不能说 因为它是隐蔽工程的属于 是吧 那么检测单元 我们就没必要 太多了 15年一个一级人题 关于桥面防水 施工质量 验收规定的说法 错误 这个式的 我记得 应该是从14年 增加了一个东西 14年 15年 16年 17年 都是在考 那我未来考试 有可能也会考 考也就是选择题 细一点 就是我们怎么搭接 这个数据 不细一点 就是这些东西 错误的是 诶 全面防水施工 应复合设计分析的要求 那你找他 选你说的对啊 这种复合设计要求的都对 从事施工 检查检验收人员 具比相当的资格 对 施工 验收 在施工单位 自行检验平的基础上进行 防水施工验收 在桥面破装层 完成后 一次进行 分阶段的 就刚才刚说完 错误的就是 第15年考 1516 1516 17年 连续的都考到这块 咱们再看 混击土基层 验收啊 混击土基层检测的 主通项目是 含水率 粗糙度 平冷度 1.671吗 对吧 主要 基层检测的 主通项目 就这个混击土层 就是这三个 距离下边的 不看 你看 他说 桥梁防水 混击土基层 施工质量 验检验的 主通项目 不包括 包括什么 多选的话 就是含水率 粗糙度 平冷度 外观质量 这是主通项目 不是 这是一般项目 肯定就是选 地就可以了 那对于防水层 主通项目是什么呢 粘接强度 涂料的 厚度 一般项目是 外观质量 这个业绩 万一考选的 它平行考点 就是这些呀 平行考点 就是这些 那我咋教啊 是吧 考过了 基层的主通项目 问你防水层 主通项目呢 粘接强度 和涂料的厚度吗 是吧 最后第四个 啊 混凝图面层 铺的时候啊 高于卷材防水层 那样度 10到20度 低于170 低于涂料的 那样度 10到20度 啊 这个防水 施工 做完之后 在上边 啊 你这个 立行混凝图 怎么摊坡 那就是你 道路的事儿了 跟这是一样的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 由上向下的 啊 才把这个 桥梁施工 整个完成了 因为这个 防水 全面防水 不光是你基层啊 不光是你梁石桥 拱桥 西拉桥 都是要遵循这个啊 那么一带这 从上过下来 讲啊 你看 呃 强度 达到80% 啊 烤完打磨 啊 用喷涂法 和涂涮法 都是什么 机能处理剂 然后从节点 大部位啊 呃 铺设这个方向 看我那个图 啊 基层呢 做工项目 防水层呢 项目 摊坡的温度 烤 就在这里 不烤 拉档 烤在这 你掌握了 菲儿可不就是 丢不了了吗 是吧